纯白色的教堂建筑未来将与屏东可可产业结合 塑造地方旅游的全新浪点 这里是屏东县政府规划的可可跨域推广所基地 前身是杂草重生的荒废教堂 县府规划从2018年起分三起整建 由客委会补助及县府自筹共进6000万元 除了保留教堂原貌 更结合客庄一项 希望为在地农友打造专属的可可园区 在昨天已经开始举办了我们的招商 那这个场域从历经好几年 包括它整个场域的设计 那跟我们天主教堂的沟通 还有原本在那边的园艺单位 就是说各方面的园容之下 有一段时间过来 走过来也蛮辛苦也很感恩的 这走过来其实我们这基地最主要 就是希望就是我们可可家住 我们从以前到现在辅导 我们的可可小农这部分 在产业运作上面 我们都非常需要有个空间 目前可可跨域推广所 预计2月7号开幕 1月23号让厂商进驻市营运 将设置屏东品牌巧克力展售 风格市集 特色餐点 食农教育 air体验等内容 每个月带给游客不同惊喜 它分成大概两个面向 一个就是我们在吧台 跟我们的那个饮食区的部分 还有我们的侵食的部分 那有个别招商 当然我们历年辅导过的这些的小农 还有青农的部分 是我们都会极力地邀约 他们共同来参与 因为整个配置下来 他们已经有一个成熟的样态 包括在职人餐桌 未来我们也开放空间 让大家预订 还有订特色餐 以主题性的每个月都会办理 客户处长陈立平表示 县府目前正进行招商作业 办理品牌进驻 与市集参与办法说明会 要向在地可可品牌招手 期盼性优质小农集业者参加 透过推广所 让更多人能看到 屏东在地品牌的实力 屏东新闻不听张志豪采访报导